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查理 今天的影片呢 要拍的主題是 很多人很多人問的是 關於法國念書的事 那這個影片呢 我就會回答 最多人問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去法國念書要花多少錢 然後第二個問題呢 是怎麼申請學校 那我就就我自己個人的經驗分享 那如果你們有更多問題的話 可以到法國教育中心問他們會知道更多的答案 那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在法國念書到底要多少錢 那其實我覺得法國呢 真的比英國跟美國還要便宜非常的多 那法國 我在法國念的是碩士 他們的碩士呢 通常是念兩年 然後我念的是文學的碩士 所以又更不一樣 因為其實法國的學校有分公立的學校 還有私立的 然後他們公立學校是比較便宜的 然後私立學校呢 比如說 他們那個是叫什麼 大學校 那大學校呢都是很厲害很強的學校 可是比較很難進去 可是他的學費也蠻貴的 他的學費呢大概可能一年要四十幾萬三十幾萬 不一樣要看學校不一樣 那我讀的是國立的學校 所以學費非常的便宜 那我就以我自己的經驗呢 我是念公立的文學措施的學校 那一年的學費是三百多歐 也就是一萬出頭台幣 然後你念書的時候呢 法國政府他會一定要你交健保費 健保費也是三百多歐 那我記得我一年繳了差不多七百多歐 總共加起來 就大概是 兩萬多塊台幣 非常的便宜 一年的學費只要兩萬多塊台幣 然後他們貴的是生活費 可是其實生活費呢 也沒有到說超級貴 因為法國最特別的地方呢 是住宿他還有房屋補助 只要你是學生都可以接到房屋補助 然後補助的金額要看你自己住的房子大小不一定 你拿到的補助是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那最高的房屋補助呢 我記得是大概一百六到一百七十歐中間 所以就等於說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你租房子 然後你每個月呢 還可以跟政府拿到差不多四五千塊的房屋補助 這補助對學生來說是蠻大的幫助 然後再來呢 就是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在法國一切都會變得比較便宜 比如說你的那個叫什麼 地鐵 地鐵卡是一個月一個月付的 也有學生的價 然後坐火車也會比較便宜 然後很多的博物館呢 都是免費的 然後還有關於吃的方面 就是你生活的方面 在法國的時候 如果你要在餐廳吃飯是比較貴的 可能一餐都要13歐 到可能五十幾歐都不一定 可是只要你不要在外面吃飯的話呢 就會非常的便宜 因為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一個禮拜的買菜錢 差不多是五十歐以下 就等於我一個禮拜 只要兩千塊 我就可以吃飽了 這就是你要自己煮菜 那自己煮菜 你可能會非常的省錢 那我就直接總結一下 那一年學費啊 生活費啊 一年的花費大概是要多少錢呢 那一年如果你非常節省的生活的話呢 一年大概是要花 包含學費還有生活費 總的加起來差不多是二十幾萬台幣 然後如果像我一樣 我算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家裡煮 可是偶爾還是會跟朋友去吃飯 偶爾會買一點衣服 然後我很多的錢呢都花在旅行上面 就是我常常 一年會出國很多次去玩 然後我的花費呢 大概是一年四十到五十萬台幣中間 那我覺得這個價錢呢 這樣的花費跟在英國 可能英國念書 一年就要一兩百萬是非常多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便宜 這個是我很 我就是因為法國比較便宜 再加上我自己又是念法文系的 所以才到法國念書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樣下來非常的划算 因為有時候一年五十幾萬 你又還可以到各個國家一直玩一直玩 其實我覺得比在台灣生活甚至更便宜一點 如果你很節省的話 然後再來呢就是很多人問的是怎麼申請的 那其實我覺得申請法國的學校呢 蠻簡單的 一開始呢你要去考他們的語言檢定 DELF或者是DELF 然後這個語言檢定呢通常你都要通過 BEDER或者是SEON的等級 然後你就是考完然後給證書 然後再來呢你要自己去選你自己喜歡的學校 如果你在台灣呢想要申請法國的學校的話呢 完全只要通過法國教育中心就可以去申請了 然後你也不用飛到法國去面試 你就直接到法國教育中心然後去面試就好了 然後像我自己的例子呢是 我自己就選了幾間我自己選了差不多十間 想要念的學校 你們只要通過法國教育中心的線上申請系統 就點說我要這個學校這個學校 你就選一選然後申請書啊填一填啊 然後教授的推薦函填一填啊 學校成績單附上 然後你的法文程度就是法語檢定的考試的成績呢也要附上去 就是每個學校的還有一些作品級 可能他會要你要附一些作品級 你就這些學校的東西呢 他要申請之後你都附上去以後 然後就統一透過法國教育中心送出去 然後他們通知你面試 你就到那裡面試完 然後就開始等他的通知就好了 這一切真的非常的簡單 而且不用像其他國家一樣 有一些人可能會想要代辦 然後代辦通常他可能要跟你收好幾萬啊什麼的 可是法國教育中心呢你就只要交一次的申請費用就好 所以我覺得要去法國念書呢真的很方便 可是重點就是你要 比較跟英語國家不一樣的就是你要花很多的時間來學法文 你要通過法文檢定呢才可以去 可是當然有例外 如果你申請的是一些英語授課學校的話 應該就不需要再考法文檢定了 可是如果你既然都要去法國念書 當然是要講一點法文會比較好融入當地的生活這樣子 那我自己覺得 在法國念書的好處呢第一就是他真的比別的地方還要便宜 而且旅行起來呢也非常方便 然後在法國生活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真的會有得到很多很多的補助 是其他國家都沒有的 這是我覺得在法國念書的好處 那至於我覺得法國的學生生活呢 他們是比較 我覺得很難打入法國人自己的圈子裡面 你要真的非常 努力的認真的想要跟他們交朋友 然後找到適合自己的朋友 再跟他們打成一片 然後會講法文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一點 除非你認識的都是國際學生 那全部都大家講英文 這樣子也是蠻好認識的 那另外還有關於交換學生的事 因為現在很多學校都有交換學生嘛 那交換學生呢一年花錢也大概都是二三十萬 就是不會太貴 可是對學生來說當然這很貴 那如果你沒有錢的話呢 我記得政府也有一些補助 就有補助什麼學海飛揚啊 就好像有兩個計畫是可以補助你想要交換學生出國念書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到法國念書其實還蠻不錯的 除了法國人他們本身個性蠻機車的以外呢 你要容忍一下 可是我覺得那個國家還是蠻美的 就是很多很美的美術館啊博物館啊 然後東西也非常的好吃 然後旅行起來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自己還蠻推薦到法國念書的 比起英國跟美國呢都還要便宜非常的多 好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囉 就有一點比較像是閒聊吧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背景其實是在J的家 那我們就剛就是第二天到瑞典吧 第一天我們就吃晚飯就睡了一大圈然後就醒 然後現在就來拍影片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好像還有一點的時差 因為現在台灣的時間其實是半夜差不多一點 然後現在是下午七點可是太陽還超大 然後我已經很想睡了 可是不能睡要調時差 就拍個影片跟你們聊聊天 然後你們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你們想要看我在瑞典拍什麼樣的影片 就是什麼樣的主題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